大家好,我是胡明星 在这节课里面呢 我将继续的去给大家讲解 Junger的FORM验证 那在前面的课程当中 其实我们有用到他提供的一些基础验证 比如说你要设置这个表单 它是一个必填项 如果是没有填写的话呢 它是会提示你不能提交表单 OK 那像这样的一些基础验证的话呢 在FORM里面他有提供 但是在很多情况之下 它的基础的验证的话呢 是不够用的 我们就需要去自己定义验证的方法 那在交互里面的话呢 提供了三种方式去验证表单 那这三种方式分别是 第一的话呢 就是表单自断的验证器 第二的话呢 是一个clin下滑线 fired name 这个fired name的话是自断名称 这个自断名称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去改变 那这个的话也可以去验证之断 然后可以针对于某个之断去进行验证 好 还有一个clin的方法 那这个的话是可以对整个表单进行验证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三种方法如何去进行使用 那这里呢 准备了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的话 我们是要去完成一个自定义验证 那这个自定义验证的内容呢 是不能插入重名的出版社的名称 在我们的这个出版社里面呢 已经有很多的记录了 对不对 我不能让它插入重复的这个数据进去 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个验证的话呢 当然如果是在数据库里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UNIQ的约束 对吧 唯一约束去限定这一个列 它是不允许重复的 那在我们当前的这个数据库里面 是没有去做这个验证的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插入那一样的这个名字进去 好 改到不一样 好 那我们在表单里面如何去 做这样的一个验证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好 首先我们用第一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的话呢 是表单自端的验证器 那这个验证器的话呢 在官网上面有一个主题页 在介绍它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使用的一个方法 它的一个使用的方法 那我们可以自己去定义一个 一个验证方法 那这个验证方法的话 我们写到 制端选项里面 这样的一个validator的一个制端选项里面 那我们去把它设置好 那就可以去使用它的一个验证方法 OK 同时的话 如果是验证没有通过的情况之下 它会抛出一个这个validation arrow的异常 对不对 这个异常呢 是在这个下面 好 那知道了这样一个 那我就知道 哎 如何去定义了 对不对 我就定义 那就要先去把我们 刚才所看到的这个异常呢 先导入进来 好 这个是叫做validation arrow 同时我需要去定义一个验证的方法 比如说我这个方法 那是叫做validator name 好 在这里面去做验证 在这里面去验证 对不对 那这里面去验证的话 这里面去验证的话呢 我可以去怎么验证呢 我要到数据库里面去查 对不对 去查询内容 所以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补货一下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去查询的话呢 我们会用到 会用到我们的这个模型 对不对 模型 pobination点 这个词点 get 然后呢 内容等于这个value 好 value 注意这个地方的这个参数的这个value 这个value的值的话呢 它会根据你的这个表单 所对应你这个加到哪个字段 那那个字段的value它就会传进来 它相当于是一个回调 好 回调 如果是查到了有数据 那说明就已经存在了 对不对 如果是查到了有数据 那就说明存在了 否则的话 我让它抛一个异常 这个异常的话呢 是 does not exact 对不对 好 异常的话 我不进行处理 如果是查到了没有抛异常的话 说明这条数据已经存在 那如果是存在了的话 我就让它去抛出一个这个异常 对不对 验证的一个异常 验证的一个异常 那异常的内容的话呢 就是说 好 我的这个出版社信息已经存在 对吧 我的这个异常信息啊 就这样子去写 这样子去写 OK 好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呢 去增加我的那个字段 当然我在这个地方 已经绑定了我的module 对不对 绑定module 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增加的字段 和module里面的这个字段 是聪明的话呢 它就不会去重复的添加 好 好 我在这个地方去指定它的这个 内部是名称 好 然后再指定一个valed data 那这个的话呢 它关联的是 我的这个验证 对吧 验证器 好 把这个方法名写过来 好 这样的话 我就定义好了 表单字段的验证器 好 这是第一种方式 好 表单字段的验证器 OK 好 这样定义好了之后 这样定义好之后 我们来试验一下呢 它现在可不可以验 验证这个聪明的 验证这个聪明的 然后我去打开一下我的 页面 这页面这里已经打开过了 已经有打开的 直接访问一下 好 当去都没有输入的时候呢 会提示对吧 你这些地方是必填项 如果我输入一个999 999的这条记录 在这里面已经有 对吧 已经有 然后这些 好 我随便填一填 好 提交 好 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 这个地方的验证信息 是不是就出来了 我的这条信息已经存在 它不让我去进行的去插入 如果我是把这些信息 全部都填完的情况之下 它也不会让我提交 它也不会让我提交 看到没有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信息 错误的提示信息在这里 好 这个999的这个新的这条数据呢 没有被插入进来 那这样的话 就达到了 去验证的一个目的 对吧 好 我要去 插入一个不存在的数据呢 依然是可以的 我刚才插入了一个五个9的数据啊 这个应该是插入进来了 对不对 插进来了 OK 好 所以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通过这个表单 字端的验证器 我可以去实现一个自定义的验证 好 自定义的验证 好 然后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的话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CleanFileName 啊 去做一个验证 那具体的验证的方法的话 我们写在这里 那这是第二种方法 针对于某个字段 去进行验证 好 这种方法的话呢 同样 我是一个函数 那注意看 这个地方有Clean 开头的这个下滑线 啊 有很多 对不对 那我要去验证 比如说Name的字段 那就是Clean下滑线 Name 这个Name呢 就是那个字段名称 对不对 就是我在Module 我在Module里面的这个 Name 因为我这个地方的ModuleName 和Form里面的这个 是绑定的 对吧 Module是绑定的 所以这个字段里面 啊 Form里面的这个字段 它也是Name的名称 对吧 OK 那我可以用这个方法 CleanName 好 CleanName CleanName的话呢 它是把表当对象 它是它是这个 它是这个类的一个实力方法 一个实力方法 那我可以把这段代码 来拷贝过来 啊 这个地方 我就先把它给注释掉 啊 然后这个 这个我也可以注释掉 啊 因为我不需要再去加这个表单 表单的这个字段验证器 对不对 好 我用这个Clean的方法去验证 Clean的方法去验证的话呢 这段代码我可以拷过来 好 但这个地方的值是从哪里来呢 这个地方的值是从哪里来呢 就是用户他输入的这个表单的值 提交的这个值我要获取到 那要去获取的话呢 也很简单 我们这个save是不是代表表单对象自己 啊 所以表单对象自己的话 是不是有一个Clean的Data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属性 对吧 好 可以调用get的方法去获取到 Name的值 对吧 就提交的那个Name元素啊 表单元素 它的值 然后保存到Value里面 然后这个地方来做一个验证 好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点不一样的是 如果是 如果是你用到这个CleanName的这种方式啊 CleanFedName的这种方式去验证的话呢 就是出错的情况之下 你让他抛出一个这个Validation Arrow的异常 那他就会去处理 如果是没有出错 正常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要记得去把他原有的这个值呢 做一个返回哈 就是这句代码不能少 就是在没有错误的情况之下 他要把这个Value的值呢 作为一个返回值 返回回去 这个和前面的这个表单这段的验证器 使用上就有点区别哈 这个返回值是必须要的 就是他原来输入表单提交的时候 用户输入的那个值 也是需要作为返回的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把这个信息返回回去 然后查到数据库里面哈 OK 好 所以我这个地方用第二种方式 做了一个改变之后哈 我再来看一下这个验证 验证 好 同样点击提交 好 这地方呢 提示我这些项是必填的 好 我填一个999提示啊 999的信息已经存在了 对不对 啊 其他的这些内容 我如果都填完的话 好 填完的话呢 也不能提交 对吧 因为第一个验证没有通过 对不对 没有通过 数据库里面也没有 好 同样我要去把后面的内容 和数据库里面不一样了 他才能够成功的提交 好 再刷新一下 对不对 这下面就多了一条记录 好 这是第二种验证的方式 第二种验证的方式 第二种自定认证的一个方式 通过这个颗令 下发现 file的name 去验证某一个字段 验证某一个字段 但是要特别注意的话 就是验证出错的时候呢 是抛这个异常 没有出错 就是如果是通过验证的情况之下 你是要记得去 ritten一个value 不然的话呢 这个值表单是获取不到的 好 这是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好 然后还有一种方法 好 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第三个 我们通过clean的方法去 clean的方法 clean的方法的话呢 他是对整个表单进行验证 对整个表单验证 好 还是把这个拷过来 好 同样我们在这个地方去声明 这个clean的方法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clean的方法 好 然后 这里的代码 好 我还是可以拿过来直接改 好 但是呢 改的时候要注意 要按照 clean方法的这个规则去改 好 因为这个方法 那同学们注意好 这个方法 它是针对于整个表单而言 它是针对于整个表单而言 它不是针对于某一个字段 好 所以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去单纯的获取某一个字段 好 这个地方 它是直接去获取的话 是行不通的 如果我是这个样子去写 它是不行的 它是不行的 看到没有 它不行的 我这个地方呢 要怎么来做呢 我先要去把 负类当中的这个方法 给它 继承过来 注意这个地方是有一个 这个 继承的标志 对不对 就我这个方法的话 它其实是负类当中的方法 然后我在纸类当中去 覆盖了它 对不对 去覆盖了它 所以我要去把 先去把负类的这个方法 颗粮的这个方法给它获取到 然后这个颗粮的data 等于super 然后呢 好 这个就是我们在 使用这个super去调用负类的方法的 对不对 一个写法 好 调用负类的这个颗粮的方法 好 这个颗粮的方法的话 它会返回一个颗粮data 这个颗粮的data里面会包含整个表单的数据 整个表单的数据都在这里面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去获取的时候呢 我就要用 要从这个负类 返回的这个所有的表单数据当中去获取这个内容 要这样子去获取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去进行处理 得到了它的value的值之后呢 进行去处理 去判断 判断的逻辑还是一样的 然后处理完了之后呢 注意这个地方不是返回这一个内容的值 而是要返回什么呢 而是要 而是要返回了整个的这个表单的值 它是要返回整个表单的值 所以我要把这个颗粮的data做一个返回 然后这句代码的话也要改一改 好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要去把它的这个arrows save.arrows 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下滑线 我记得应该是下滑线 arrows 对 好 然后呢 name 等于 save.ar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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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地方呢 去写上具体的错误信息 好 错误的信息呢 好 我们前面已经写过了 对不对 某某某的信息不存在 好吧 把这些代码可以直接复制过来 好 可以直接复制过来 OK 那这样的话我就定义好了 我就定义好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代码 一个代码 好 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可以去试一下 好 这个验证的话呢 现在就是通过 clean的方法去实现的 那你可以看到 同样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功能 同样实现这个功能 只不过这个地方 抛出异常处理的时候呢 不是用的这个 validation arrow 对吧 直接抛一个这个验证错误 啊 而是呢 单独的去定义了它的 Aerror的属性 好 我去指定了 我哪一个地方出现了这个 Aerror 那Aerror的信息 错误的信息是什么 对吧 我该定义好 反悔给它的对象本身 OK 那它就会在 它该显示的地方呢 显示出来 好 然后其他的信息 我们再随便插入 好 这个地方的信息 我再改成999111 好 提交 好 那这地方它是必须要求网址 好 重新提交 OK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信息就插入成功 我们查看一下 好 信息呢 已经插入到了这个数据库 对不对 刚才的这条信息 好 这是通过这个 Clean的这个方法去实现的 好 这个 这个地方的话 我再说一下啊 Clean的方法和这个Clean FedName的方法的话 一个是针对于某个字段去验证 一个是针对于整个表单去进行验证 好 所以在处理的这个技巧和方法上面 有一点区别 好 有一点区别 然后呢 它的一个验证过程啊 如果是你这个地方 既定义了这个Clean 又定义了这个Clean的方法 它会首先去找 就是Clean的FedName里面的这个验证 验证完了之后的话呢 再会去验证这个Clean方法里面的这个内容 它有一个先后关系啊 就是这个CleanFedName的方法会先验证 这个会后验证 好 那这种对整个表单进行验证的话 也可以在这里面去写 而且的话 这个地方在有一些场合下面啊使用是非常方便的 就是最典型的就是像啊 比如说在用户注册的时候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这个叫输入密码和确认密码对吧 就是那个密码会输两次 然后你会去判断两次的这个密码相不相等 你如果是要做这样的一个验证 对不对 你也可以在这个Clean的方法去做 你可以把两个密码获取到之后去做一个比较 然后去把它做出来啊 通过这种方式去做 OK 如果是你是比如说像刚才验证这个两 两个密码是否相等的功能 你要放到你要用这种方式或者是用 这个方式去验证就不太合适 因为这两种方式它只是针对某一个字段 而刚才说到的验证两根密码 它是针对于两个表单元素的值去验证 对不对 所以那种的话 同时验证多个字段 同时需要多个字段的值才能配合完成验证的话 你最好要在这个Clean的方法里面去做 因为它里面包含了整个表单的元素和对应的值 OK 好 这就是几种验证的方式 几种自定义验证的方式 好 其他的内容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官网的这个文档 继续的去了解 好 那我们这节课呢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